5.注金偶诵 黄念祖 人须秋生 注金之霞 因见木叶飘零 末地处者 云门之体路经风 灵迹之佛法无多子 大梅之极此物非他物等公案 枕上口栈 偶尘四季 一 成员何所练 眼门注大经 利论唯一圣 得止在忘情 出名静法庙 弥感佛恩生 注得虚空破 甘露欲倾盆 二 浑然忘老病 誓死报持恩 随缘传佛语 即是显禅心 莲花布啄水 金针可度人 注一 破言为自孝 放手扯隔腾 注二 注一 中门长云 鸳鸳鸳鸯秀出平均看 不把金针度与人 金反其意 注二 残家凡见人说事 知慢不净节者 为之扯隔腾 三 随之六字名 即是一味禅 立断与顿钞 注三 一念本来源 已在韩元殿 何更问长安 曹山真之有 不寻五十三 注四 注三 立断与顿钞 乃密中红白教 大圆满法中 无上之法 注四 曹山乃曹洞中二主 有据曰 何必难寻五十三 五十三 只善才五十三参 四 木叶脱落尽 金风露树生 敌敌祖师义 窃窃老婆心 佛法无多子 知音有几人 视听无声曲 窗外无鼠声 注五 注五 大霉灵中闻五鼠声 乃仕图曰 即此物 非他物 如等众人 善自护此 正好 感谢观看